我想因为我是万华的议员 我们当然万华一个叫果菜市场 那当初韩总在那边做事啊 所有的源头就是党的那一栋 为什么我刚才讲刚开始 其实两三个月前就在传 传王小姐的事 所以两个管道 如果吴志佳最后是最后不起诉的话 那他的管道 他的证据什么来源 不一定是检掉给他 而是检掉的内容 那他就会没事 因为那是很扎实的东西 那如果他被 他拿不出具体的证据 然后因为他要负责举证 因为你爆料 那他的来源就来自于 这个果菜市场的来源 那果菜市场的来源就是 其实国民党告知在丢东西 王小姐这个传了几个月了 因为我跟那些摊商啊 什么蔬菜部 以及这个水果部都很熟 那是我的选区 其实一直在传 王小姐传了很久了 那再来呢 那为什么会传他 传他 显然是有计划在里长 那边的理事长 那边的摊贩 其实都在讲这个事情 在这个吴子佳之前 他们是 等于是 这个人也丢资料给了 可能丢资料给吴子佳 那可能也在那边传 就是一个灭含计划 是正式启动了 不是前面一个 政治人物两个照明 一个财一个色嘛 财先弄 先动你那个政治现金 都不拢 对不对 那是严重的嘛 再动你这个王小姐 还生小孩等等 其实整个选举的过程 他现在缺国政人才 也缺什么人才 也缺老臣某国的人才 他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我是韩国瑜 因为他也有点被冲昏腾 人气真的很高 民调也高 曾经试试过 所以他一股脑 想说我就把他老的 全部收拾掉 那这老的让你当选 我还得了 所以我认为 他没有继续到历史的 一个教训 就是王安石的改革 身世滔天 可是三叔 就是那个苏氏他们 反扑之后把你干掉了 因为他要改变 现在要低调 他现在太高调 就是我身世高 我就以为一次把你弄死 正面别人打 马上就打不过你 马上就可以找郭台铭出来 那个重点是 他害你的功夫 是韩国就想不到了 那种免你真 搞人家的功夫 国民党是比民进党厉害一百倍 这种公平文化 他搞你真的把你搞死 第一个弄 所以李嘉峰也不是不懂 李嘉峰是有脑筋的 他讲了两句话很有趣 我补充一个 他说背后开箱的感觉很差 有没有讲过 第一个 他讲的是什么 他讲的是老鼠脱脱鞋 大了在后面 那个时候李嘉峰跟韩国瑜 都知道 都知道这个 郭台铭会出来 比我们还早知道 他有他的讯息 他就是说 很不爽 就是我民调这么高 那我们这些人都推他征召 对我们这些中生贷 别人不会征召你 因为你要搞死这些权贵集团 他还征召你 征召你不是干脆 给他把武士道自杀算了 所以他要弄死你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其实李嘉峰讲的 没有披露就是 果菜市场的流言 因为李嘉峰跟他们渊源激深 不是 他是韩国瑜的太太 他跟果菜市场熟 他们家本来比韩云更熟 张仁慧 很清楚 他那边人脉太熟了 选举他也帮我拉 李嘉峰也帮我拉一些票 打一些电话 都有 都有的 所以接下来怎么办呢 接下来会陷入个变数 他现在民调赢6 7% 我现在回到国民党初选 他不是稳赢的 那他为什么办理想6月1号 他一定要稳定军心 第一个我一定要告 那天是因为告 所以才可能来那么多人 那他现在基本盘顾住了 他现在刚刚世间兄讲中间 他现在没有时间顾中间 他把基本盘守住 他先赢郭台铭也比较重要 事实上他现在就是赢6 7% 那郭台铭他的困境是什么 他的初选困境就是 他的中间票年金票少 韩 那郭台铭的困境是 他年金票比较多 那可是呢 南军的基本盘 韩国瑜太强 尤其他造势成功 所以这两个怎么打 我不预测 我们会继续支持韩 这第一件事 第二呢 接下来我觉得 这个郭台铭的阵营 以及韩国 国民党的那些所谓的 要被干掉的该干掉的高层 还会继续爆料施压 还有很多吴子家救人会出来 所以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他根本不管你国民党该不该往 他们私心作祟 他只管说国民 他的权力还有多少 今天很简单 他现在碰到一个概念就是 选举不是只有网红上 网红然后上的流量 不是的 今天韩国瑜最重要是老臣某国 谁能够把选举的走线 就碰到这样的事的危机处理 他现在没有人 他一定要找这样的人来帮他 因为接下来只剩个小菜 接下来很多的料 以及不管财或色 他的对手还会 党内还会继续攻击他 这些人 以前曾经是国民党的高层 这些大官 是绝对饶不了他会把他整死为止 这就是我讲的面喊计划